法改會建議改變現時仲裁收費模式規定 容許律師和客人協議按條件損害賠償等收費 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百幾頁的報告 現時本港法例禁止律師採用不成功不收費 法改會建議訪校新加坡、英國和內地 就仲裁收費架構改革 容許律師按條件損害賠償 和混合式按損害賠償和客人達成收費協議 即准許律師不成功不收費或者不成功低收費 也建議為成功收費設定上限 法改會將上限的金額、成功結果的定義 及應不應該設冷靜期等問題做公眾自信 或者甚至有些其他類別的爭議解決 都可以做 會不會有需要就某些種類的爭議 可能會比較容易 相關的當事人可能會比較容易 受這些剝削或者什麼情況之下 去作出相應的保障 或者甚至我們說可能我們需要定那個上限 會定額比較低 有些人的意見可能會覺得 某些類別根本就應該排除在這個架構之外 這個我們都很願意 也很希望能夠聽到公眾的意見 所以希望能夠全部保障到所有當事人的意見